邓伦可以说是今年暑假最火的一位男星 与热巴合作的一千零一夜 后口碑收是双丰收 也让邓伦的人气高涨了一回 如今邓伦再次与杨子合作的相迷 可以说掀起了暑假一股相迷热 网友们都好像中了相迷毒 而邓伦和杨子两人的戏下互动相当有爱 杨子因为相迷大火 如今微博粉丝已经突破了三千万 而邓伦粉丝翻了一番 很多网友都被邓伦的暖男形象给迷住了 特别是邓伦笑起来相当有魅力 如今相迷的剧情已经接近高潮了 而且暑假也即将结束 很多网友都十分期待邓伦的新剧 不过邓伦近些年人气高涨 片约不断 近日邓伦新剧临近杀青了 而这部新剧是我的真朋友 邓伦再次回归了现代剧了 身穿西装的样子相当帅气 而且这部新剧的阵容十分强大 之前大火的真魂主演朱一龙 这次也参演了这部新剧 饰演的是痴情男二 两位男星的颜值都相当高 特别是朱一龙堪称真魂女孩的男神 而且连续四次发微博 都让微博陷入瘫痪了 可想而知朱一龙的影响力远高于邓伦 而这次两位都是人气明星 不过唯一遗憾的是 这次编剧邀请了Angle Baby作为女主 很多网友都吐槽了杨颖 毕竟之前杨颖出演的孤芳不自上 刷出了烂居的新境界 而且杨颖的演技 除了瞪脸就是脸贪 她的每一部剧几乎龙威了烂片 虽然朱一龙和邓伦都人气小声 而且有颜值也有演技 不过面对着杨颖这样收拾毒药材 网友们都表示 就算是邓伦和居老师 一级也未必能够带懂这部剧 不过也有网友表示 直接当然有位透明人 可能居老师和邓伦就行了 还有网友趁把女主忽略 居老师和邓伦才是真正的CP 看到这里小编都觉得 网友们的评论才是大片 估计这部新剧一开播 肯定会舆论多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